来之后呢 却被医院以没有负压隔离病房 唯有请回家去之家隔离 家属无法理解 说明明高雄市长陈其迈 上午才说 医疗量能都足够 而医院这头却是拒绝修治 如果万一发生汗事的话 谁来负责 急诊室医护人员忙进忙出 确诊民众等排病房住院 高雄有一名90岁阿嬷确诊后 突然失去意识 松衣急救等阿嬷亲信 却被医院要求回家聚革 医院表示没有负压病房 回家聚革 家住永安的阿嬷高零90岁 因为家中有人确诊 阿嬷在6月4号快晒阳性 隔天早上失去意识 被送到医院急救 等阿嬷恢复意识时 医院却说没病房住 家属打给1922及卫生局 卫生局却说要联络 疫情战情中心 但电话怎么打都打不通 家属只好带着阿嬷返家 当天早上市长 记者会明明说负压 及专者病房空床率 还有51% 这是由于专业的 这个诊疗的考量 由医院主治医师 这边决定的事情 并不存在 以没病房为有的这个问题 阿嬷已经高龄90岁 没有打疫苗 身上还有慢性病 家里住的又离医院员 完全符合中央规范 医院却不收治 卫生局说是医师评估 没疫苗保护 还曾失去意识 家属无法理解 若一直没有病房收治 发生问题 到底谁来负责 记者杨树 罗彩瑶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